看看这汽油的颜色,它还能招车了吗? 一起来看一下故障现象,公车主描述啊,跑跑路的就熄火了,再打车的就打不着了。 来,重新再启动。 还是不招车呀,来,咱们看看什么问题吧。 出现这种问题啊,首先咱们先把这个汽油管给它拔掉,看看有没有优雅。 来,打车。 经过检查啊,汽油的压力够用,但是汽油的颜色,咱们来看看。 这种颜色,炒的有点像这个黄酒啊,还是红酒啊。 首先第一步检查,你发现汽油颜色异常。 下一步啊,咱们再来检测一下这台车呢,有没有高压电。 如果检查有高压电,那就证明这台车的毛病出自于油路。 拆掉点火线圈,拿一个火花散的,你踩在这个点火线圈上。 然后呢,在驾驶室内打车。 看看你这个火花散的,跳不跳火。 来,打车。 点火正常。 那么毛病啊,就被锁定为油箱里边的汽油有问题。 下面的操作就是把后座椅拆掉。 大部分的车辆啊,油箱你都会啊,在座椅下面你流出一个口。 这个口啊,设计的非常的好。 干点啥都方便。 换个汽油绿心啊,拆个汽油泵的。 以及你洗油箱啊,抽汽油,都是非常的方便。 现在的维修方案就是把油箱内部的汽油全部抽净。 把油路进行清洗。 配油籽,以及全车的油路的管路。 包括呀,汽油泵和油箱,都要你重新进行清洗。 说这台车的汽油为什么这么脏? 为什么这么黑? 是因为啊,车主呢,前两天你在网上啊,购买了两瓶燃油宝。 加到车里面呢,还没跑上两天,跑跑路你就熄火了。 现在呀,卖这种假产品,燃油宝啊,出炭剂的人太多了。 这里呀,提醒所有老铁们,网上购物啊,去谨慎。 就像这台车似的,这不是自己给自己造麻烦吗? 花了钱,遭了罪。 把汽油泵啊,拆掉之后呢,咱们拿一根油管。 首先你先把油箱里的油给它抽出去。 然后呢,下一步操作呀,就是把喷油嘴给它拆下来。 把喷油嘴呢,也得进行清洗。 油轨里边,包括喷油嘴啊,内部都得进行清洗。 现在呀,市面上卖的大多数的燃油宝都是假的。 驾到车里啊,对发动机和油路都有影响。 里边啊,根本没有存有这个拘泥碗的成分。 它加进去之后啊,就会导致油箱内的, 92号汽油从而升至为95、98以及会更高。 汽油的油耗增加。 发动机在着火的时候呢, 钢内的温度呢,自然而然就会增加了。 假燃油宝呢,不然提升了汽油的标号, 而且里边还加油了劣质的清洗药液。 这种啊,不达标的高耗汽油在发动机延烧室内燃烧的时候, 会产生高温、高压。 黑心商家呀,只照这种商品, 就是利用了高温和高压这种方式, 来把你的发动机延烧室积碳给它清除。 老铁们可想而知, 这种高温清除积碳的方法, 对你们的发动机能有好处吗? 加了这种假燃油宝啊, 就是啊,今天的清洗朋友嘴, 明天就换滑岸,后天你就得清洗油路。 再等两天呢,你就得大修发动机了, 因为高温了,发动机拉缸的了。 这里也提醒所有老铁们, 以后啊,在加汽油的时候啊, 也要选择对的型号。 比如说你的车加92号的汽油, 你就加92的, 加95啊,就加95的。 大排量车和小排量车, 发动机延烧室内的爆燃是不一样的。 不过你的汽车加的是92号的汽油, 那么你就不要加95和98了。 油耗越高,到内温度越高。 你加上了98、95啊, 跑长途的时候呢, 就会导致你的发动机缸内, 出现拉缸状态。 在老铁看一下重点, 我洗油箱管路的时候呢, 拿干净汽油, 顶旧汽油, 从而把所有的管路里, 都给它注入到这个干净的汽油。 像是埋着的汽油全都给它顶出来了。 看这油箱管路里边得有多脏啊, 就这种汽油的颜色它能招车吗? 油箱的管路清洗完了, 喷油嘴也清洗完了, 刚才汽油泵也清洗了。 下一步呢, 就是准备给它清洗油箱。 这种维修方法呀, 也是把全车油路啊, 这属于重新保养了一遍, 重新清洗了。 建议啊, 年头长的老车, 做一下这种油路清洗。 洗完效果呀, 非常的好。 加速透亮, 还省油。 最后一步啊, 就是清洗油箱内部, 里边的确实有点不好洗。 抠手, 就得一点点的沾这个毛巾呢, 把里边的汽油啊, 给它吸食干净。 看到这里的老铁们, 我这种维修方法, 你们满意吗? 在这里啊, 介绍一下我自己, 我是一名啊, 做汽车维修正能量的汽车修理工。 老铁们, 你们的爱车, 如果有问题困扰着你们, 你们随时都可以来咨询我。 不管你们是不是我的粉丝, 我都会为你们的爱车, 还有简单。 有的人说国产车不行啊, 那么我想问一问你, 什么车能夹住这么祸祸? 你就买飞机大炮轮船, 它也架不住这么去祸祸它呀。 车呀, 就是以养待修。 什么车, 只要你保养好了, 它都没有啥问题。 所以来说呀, 你们别再小看国产车了。 现在有些国产车设计的, 比有一些进口车还要牛逼。 下面就是啊, 重新加入92号汽油。 然后呢, 咱们进行打车, 看看能不能一下着车。 来, 打车。 完美启动啊。 老铁们, 你们说这是车的问题吗? 这不就是人为导致的问题吗?